看看新闻网 从昨天到今天 房主名柯振东 因为涉毒被抓的消息 可以说是在网络上最热的新闻之一 今天夜宪约见 我们将和大家展开讨论 明星为什么频繁涉毒 明星涉毒毒害的究竟是谁呢 做客夜宪约演播室的是资深的媒体人曹俊先生 欢迎来到演播室 接着我们采访 从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不知道曹俊你作为圈内人 你会觉得惊讶吗 其实我是蛮意外的 因为柯振东房主名 他们给人的形象 一向是比较健康的 然后蛮有青春活力的 我是没有想到 他们也会卷入这样的世界 但是今年以来 在北京因为涉毒被抓的艺人 我们一看已经是一排了 对对 11名 那么演艺圈的这种高发的涉毒事件 究竟为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其实演艺圈的人 他缺乏三种力 力量的力 容易导致陷入吸毒的泥潭 第一种是他们不懂得 怎么延续创作能力 有很多人生怕创作不出好的作品来 老是觉得别人要说他将狼才净 所以他不懂得用一种健康正常的方式 是获取灵感 然后从系统当中去寻找自己 寻找灵感 创造力酷竭的恐惧 对 第二种是演艺圈的人 他是承担很大的一个压力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迎接这种压力 有红的人 他老是担心说自己突然一听不红怎么办 还希望更红 不红的人 老是在想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获得大众的认可 所以明星老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当中 躁动不安 所以当他们如果不懂得怎么排解这种情绪的话 他们很容易从毒品当中 去获得释放 寻求解脱 麻醉自己 演艺圈本身就是一个浮躁而躁动的一个 名利的需求容易让人变得浮躁不安 名利场 第三个原因 实际上是缺乏约束力 这个就是现在房祖民和柯中东这个事件当中 最鲜明表露出来的一点 因为这两个年轻人 其实他们的心路是比较顺的 一个是一炮而红 那些年 对 另外一个 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所以他在演艺圈里面很容易获得一些机会 也一下子被大众所认知到 那么人突然一下子取得了这些成就之后 少年就骄狂 然后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挺容易的 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都可以被接受 这个时候就容易放松自己 缺乏自律力 然后就纵容自己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今天的焦点反弹更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 说房祖民他戏毒 他自己承认 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应该是蛮长的一个时间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这一点就暴露的是说 他当初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艺人 成为一个明星 可能他完全就不知道 当一个明星实际上要承担一个巨大的社会责任感 是要给年轻人 是要给年轻人同龄人做榜样的 那如果他之前就已经有吸毒的话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 我要成为怎样一个艺人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拍拍戏 唱唱歌被大家知道 获得名利上的需求 我就是一个明星了 很简单了 就像刚才曹俊说的 当柯震东和房祖民涉毒的事件爆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觉得有一点震惊的 现在在网络上 关于明星涉毒这个事 有很多的调侃 甚至是变成了一个网络行动 我们来看一看 网友也挺有才的 我们来看一张海报 说是监狱风云 说现在监狱里头的人 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了 你看看有导演 有歌手 有编剧 男的女的都挺全 各个行当都有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 写了这么一条微博 也被广泛的转发 一个网友说 李戴莫敦 李戴莫敦 李戴莫敦完宁才成敦 宁才成敦 宁才成敦完张耀阳敦 张耀阳敦 张耀阳敦 张耀阳敦完张莫敦 张莫敦 张莫敦完高虎敦 然后接着就是一堆名字的罗列 你怎么看网络上的这些调侃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明星的 因为给大家的印象 也像是光鲜亮丽的 好像是都会取得成功的 都会获得很大的名利的收获的 但是从现在这些事件当中 我觉得有很多人 对明星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 信任的 对 他们是觉得 原来那些貌似看上去 可以成为榜样的 可以很正派作风的人 他们是如此经不起诱惑 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一个责任 也不知道明星 在这个社会上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意识 应该给大家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调侃他们 看不起他们 我会觉得说 这是大家对这个明星 其实他的要求 对这个意识 我觉得大家是清醒的意识到 大家不会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了 一方面是网络上对于这种明星偶像的这种削减 一种调侃 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让我觉得是蛮担忧的 一方面就是像前段时间宁财神 在拘留之后接受媒体采访之后 他说我记者问你到底后不后悔 他说完全不后悔 人生就应该有更多的经历 这里一种就是说一笔带过的这种态度 其实让人蛮担忧的 对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态度 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有些时候 无论从媒体也好 公众监督也好 其实对明星是有些过分宽容的 我觉得明星 当他一旦进入到这个职业之后 他就要意识到说 你既然享受到比普通人常人高得多的待遇 享受那么多的名利的话 你就应该付出很多来维系你的公众现象 来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一旦你出了事情的话 其实受损失的永远不只是你 而是你代表的这个群体 还有你所能影响的特别是年轻人 你给他们起了一个坏的榜样 那我觉得这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很巨大的 对今天我已经看到这个网络上有很多的热帖 在算这个账 说柯正东大概会有多少的损失 他身上的十几个代言 有可能要面临广告的策约 那么包括房租民 这只是经济账 就刚才曹俊也说的 这个社会效应的这种不良 道德意识 不良的这个示范效应 他自己也在忏悔 在反省 在国外有没有这种范例 如果说明星涉毒了 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成绩 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其实在亚洲的其他地方 如果有明星碰上这样的事情的话 比如说你正在播的戏 电视台是全部拿掉的 然后你的广告 广告商一定会全部抽起来 还有就是有很多明星是需要你直接开记者发布会 要道歉的 甚至有经济公司有过这样的真实例子 就是一个明星涉嫌吸毒被捕之后 经济公司第一声明立刻跟他解除合约 立刻就解雇他 所以我说明星就是当你自己出事情以后 你所在的客户也好 媒体也好 他们会直接意识到说 我的公众的影响力 信誉度全都受到巨大的威胁 所以我一定要有的时候就一刀两断 我希望自己不被任何的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所污染掉 对就是近来你看这个影视产业文化产业还是比较薄心的 所以明星作为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他们在道德层面上出现风险 对于公司来说 对于最终出产的产品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风险 有可能是血本无归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北京的演艺人协会 我们来看一看 北京的演艺界的禁读承诺书 是在今天发的8月13号 那么各大演艺公司都承诺 不录用不组织涉毒的艺人参加演艺活动 要进化演艺的队伍 演出公司也承诺将面向演艺人员 要经常的开展法律的法规的宣传 要不断的提高的这个法律的意识 像这样的一个承诺 从演艺界来发出这种统一的声音 是不是往前有卖力 对我觉得这对明星是有相当的约束力的 因为有很多明星他是心存侥幸 反正我走红 如果出了一点事情的话 可能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原谅我的 或者说公司会帮我把这事情挡掉的 没有关系 我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出来 但是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气氛说 你有些事情你绝对不可以犯 有些错误是经不起这样的一个来回折腾的 那你必须要对自己有强大的约束能力 自律意识 你要意识到你对公众和年轻人产生的影响 我觉得这对明星来说是一极紧忠 对 就是大家要算一算我犯错的成本到底有多少 对 有可能我犯了这个错 我将会离开这个行业 对 永远不可能再站在局务上 永远没有机会了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个考察的一个层面 一方面明星涉毒了 就像刚才曹俊说的 社会应该有一个更强的监督机制 对 和惩戒的机制 对 但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宣传毒品的危害 当持续吸毒之后 人被毒品所控制 从人的角度来说 像涉毒的明星 他们又是需要被挽救的 甚至是不能被抛弃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机会 可以给机会 是一方面要让明星意识到说 犯错的成本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宽容的空间 允许他们在这个上面 付出百倍十倍的努力 来洗刷自己的过错 其实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像钢铁下的男主角小罗伯特唐尼 曾经很多年以前 也是深陷于毒品的泥潭 但是后来靠着自己的奋发努力向上之后 又重新中山带起 成为现在引进了一泄巨星 所以我觉得 关键是大家可以来监督你 大家给你一个宽容的空间 但是具体的要看你自己 要能够完全控制自己 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好的 谢谢曹君今天来到演播室 跟我们一起共同来探讨 这一个严肃的话题 虽然说明星一再的涉毒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焦虑 也很遗憾 但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 也做一个全民远离毒品的一个 真正的最生动的教科书 对 没错 好 谢谢